台湾可以信赖美国,美海军上将,将持续在台湾海峡航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John Richardson,说将会继续在台湾海峡或南海等国际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任务。 台湾可以信赖美国的理念,美国军舰进去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进行自由航行任务,引发中共强烈不满,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John Richardson,说将会继续在台湾海峡或南海等国际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任务。 台湾可以信赖美国的理念,综合媒体报道,理查森29日在菲律宾三军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推进这项自由航行计划,这是一项全球性计划,所以美国必须每年在全球进行数十起自由航行行动,以表明美国对非法海事声索的反对立场。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对于台湾海峡现今情势的评估,以及美军未来将如何协助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此理查森说,台湾海峡和南海与全球许多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国际海域所有人都可以进入。 是自由航行基础下,全球共通的一部分理查森说,所以在这个领域,美军将在国际法的允许范围下继续在全球的国际海域进行航行和飞行,包含台湾海峡在内理查森。 指出猜测台湾海峡情势变化,即美军未来运作形势并不健康但,台湾可以信赖美国美国将会持续的和一贯的在国际海域宣扬自由航行的理念。